一名休旅车驾驶不满后方轿车按了声喇叭 就暴怒狂按喇叭一分钟 还在快速道路上蓝车呛瞎 一共八项违规 现在可能要面临三万九千元的法管 白色休旅车驾驶从巷弄转过来 执行车驾驶没有要礼让的意思 按了声喇叭 没想到就是这声喇叭 双方爆发冲突 驾驶李济盛瞬间断裂摇下车窗 大声飙骂三字经 还沿路狂按喇叭回击 火气真的很大 喇叭按了将近一分多钟 还不罢休 气到乱丢垃圾来宣泄怒气 不过更扯得还在后头 到了快速道路 休旅车驾驶又开上机车道 当众蓝车飙骂 夸张行径全被行车记录器拍得一清二楚 这边很常发生车祸 对 因为很常塞车 这边上班时间是车流量很大 事发在新北市三酬 新北大道往新庄方向 双方爆发纠纷 后方轿车驾驶全程募集 决定检举这个休旅车二驾驶 真道危险驾驶狂按喇叭等八项二直行径 通通检举成功 算一算休旅车驾驶不止将面临最高 三万九千元的罚还哀告 上下班时间交通堵塞让人心烦 只不过休旅车驾驶因为一声喇叭就爆走 现在得要为情绪失控的行为付出代价 记者上面的 李敏舟新北市采访报导